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防问题啊 第一个臭宝 还有 这个土是什么 这个土就炒炭土啊 有的话我分不清楚炒炭给泥炭啊 一般我们称之为进口的呢 为泥炭 像国产的那为炒炭 我看着像炒炭啊具体不明啊你得让我摸一下 我看着像炒炭还有一些个斧子 看不出来你这样干看看不出来 反正可以确定的不是那种特别挖晒的泥炭土 下个臭宝 老花一为什么用会玩生根液 枝盖都发芽还不长根 水培的有15天左右 水培的理枝树 坏的天 你能不能再粗一点 你像牵插的时候不知道跟大家说过没有就是 一般较为嫩的枝条他爱长根 越老的 他越不爱 他身上的营养多呢他爱长牙子这叫甲活 就是一般甲活这一块体现在这种月计划上面 有甲屎甲活 明白吗臭宝 你快你你牵扎的这一根快赶上炉自身倒拔吹羊柳的那一根了 下个臭宝 苹果猪鱼之前就一直不长 后来换土后发芽长新叶 舒展到一半就不长了 是因为什么呢 缺营养了宝贝 适当的给一点点肥料 我看你好像是给过了 慢慢来吧别着急了 不是不长 别着急 别动它一动就坏了 下个臭宝我爸送过来的两瓶花草 这什么植物 左边那个是 蜂树啊 右边那个像茉莉啊感觉 看不出来 反正都有黄化病了 长大了 那右边这个 这是个啥 模模糊糊的 右边这个不是茉莉 右边这个好像是金蛋子 左边这个是蜂树 长了该修剪了 花友该施肥了 修剪施肥就别让它很长了 对吧 那别的没啥 下个臭宝说我想让你看看这个法师是咋的了 这法师是病了 净腐病 一般是因为水大 还有高温 就是病菌类的导致的 像这种情况出现了第1时间先控水啊 第2时间然后打药 厄梅菱 或者三座桶都可以有效的去抑制一下 下个宝贝说这个茶花该怎么处理啊 都这样了你不种上它 什么怎么处理啊 啊宝贝赶紧弄个盆 撞啊 你准备让它裸背吗 如果是南方的花友你像福建的话人种地上就没什么压力就不用管了长得就很哇塞了 啊 北方的花友的话你就用个盆种上就行了 别的没啥了觉得不错就点个赞 那下ashed愿者 Roubas 开 嘿嘿 嘿嘿 嘿icky